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夏天到了 我开始在放暑假 因为学校同学来放暑假 我跟着放暑假 暑假的时候在家最喜欢做什么 做甜点 没事做做甜点 多快乐 因为有了甜点 生活才会甜蜜 今天带各位做红茶果冻 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家泡红茶 红茶没有喝完 我们也可以拿来做果冻对不对 好介绍一下今天的材料 那这个是水 细砂糖 果冻粉 还有红茶包 就是我们泡红茶的红茶包 就这么简单 那首先我们把这个水把它加热 把它加热 这样子红茶比较容易释出来 就把它放着就可以 那我这边有一些已经泡好的 已经泡好的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刚刚是用热水来泡 会比较快一点把它释出来 就这样泡好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拿起来 嗯 把这个果冻 这个 红茶包拿起来 然后我们把它倒在锅子里面 这锅子有点小 好 那我把它打开 好 就这样子让它煮 让它煮 那在煮的过程呢 我们最重要的是 因为常常朋友跟我讲说 他自己在这做果冻 为什么都打结啊 重点来了 这个是果冻粉 这个是砂糖 那砂糖跟果冻粉呢 你一定要放在一起 然后呢干拌 先干拌 如果你没有这样做的话 当然会打结 一定要让它干拌 这是重点 好 那干拌好了以后呢 那我们再把它倒进来 把它倒进来 好 那我们呢 稍微拌一下 稍微拌一下 然后就让它煮 煮滚 那我们就让它滚 等一下回来 好了各位朋友 我们从画面上呢 可以看到它已经滚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 汤子 我这一支是耐热的 没关系 你看 我们把它勾起来 是光亮的 而没有一点一点 如果还有一点一点呢 表示那个果胶 因为有的果胶比较硬 它没办法那么快融化 通常果胶呢 大概叫90度C 它就融化 所以要稍微煮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火关掉 关掉了以后呢 我就可以开始盛在杯子里面 好 好 那我们就把它盛在杯子里面 这个时候呢 如果跟小朋友一起做 要小心喔 因为很烫 好 好 就把它一个一个盛 那我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把它装成六杯 当然还很多 你看喔 我一公斤的水 可以装那么多 到外面去买呢 一个就要好几 好一二十块了 对不对 所以自己做呢 增加情趣呢 然后又省钱 对不对 那我现在把它拿去冷藏一下 那等一下我们回来 各位朋友 你看我们的红茶洞呢 好了 因为凉了以后呢 把它放到冷藏一下 稍微就好 你看 凉凉凉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在家吃呢 不脱模也可以 或是脱下来也很棒 然后呢 我们还是一样 可以加一点奶油球 非常香醇 非常好吃 嗯 好想吃喔 因为好香醇 QQQ 冬冬冬冬 夏天啊 来一口这个 真的很套心凉 嗯 真的很好吃 让你呢 在家也做做看 好不好 谢谢你